- 谢谢老公们,谢谢老公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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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 不可以! - 谢谢我的老婆们! - 改天就直接,不定乘法! - 你要的话我可以! - 我们不定乘法! - 不定乘法! - 你要的话我可以! - 我可以! - 给你整一个! - 搞一个! - 给你游到成都去! - 我有你成都那个地址! - 我们现在在下门! - 我们现在在下门! - 记得了! - 不能不能过段时间不回去吗? - 下个月! 下个月我生日的时候再回去 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厦门的地址 我可以给你们直接 可以可以 我可以发电影 你都不用通过场 我在 Nope 大可不必吧 体育生那条视频 他隐藏了 因为发了那个之后 可多那种体育生过来私信我 然后他就可生气 那种视频隐藏了 就一点进去全是那种 全是那种 腹肌博主 你知道吧 那种腹肌博主的 我印象的 然后一点进去 全是那种身材可好的 然后全在私信我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然后他就可生气 把那条视频隐藏了 别私信我了 别私信我了 还有一个腹肌博主 私信的更过分 那个博主一个20万 我就不提他是谁了 他说 等你分手 李家把气炸了 把他拉黑了 拉起来小心 欢迎新进来的宝贝们 今天只是美妆专长吗 想买 他吃醋 他怎么不吃醋 我就很爱去别人家里评论 就是只要一刷到一个 就以前人家说 那他是有病吧 刷到一个腹肌男就有他的评论 刷到一个腹肌男就有他的评论 然后他们身不开枪 他看到的时候 他也不立马跟我说 以后别发这种评论 他是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跟我说 然后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他跟说 你刚才你每次 刷到那种视频 下面都是你的评论 怎么办 他也这样吃过醋 哈哈哈哈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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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那个人很可笑 很搞笑 你知道你说什么吗 嗯 他说 哎 挺想和你做兄弟的 你真的太好玩了 然后我说 没有没有 另外一个男孩子 然后 谢谢 现在上语 然后 我说可以做兄弟啊 我说没问题啊 他说 不是不是 我昨天问了我朋友了 我朋友说 要与你保持距离 不然你对象会吃醋 是的 就估计是 那个人 因为可能有看我直播嘛 肯定去之前 就给他们的朋友 我真的觉得 我现在分屏被害 就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一个很小气 很要吃醋的人 嗯